嗨 大家好 我是松霖 开学机又快到 最近非常荣幸收到 DK的邀请写一篇有关于 住宿大小事的文章跟大家分享 我另外拍的这部影片就是除了 更详细的讲解一些住宿上的疑难杂症 如何跟室友相处之外呢 我也有在IG上面募集一些问题 要来回答大家 这是独角兽 超可爱的 所以今天我大概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有关如何跟室友好好相处 第二个是有关一些住宿的雷点 或者是住宿常遇到的状况 第三个就是 回答大家在IG上面的问题 大家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到底推不推荐大一住宿呢 因为有些人会想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嘛 有些人就是你选择 每天花两三个小时通勤 那到底推不推荐住宿 其实我本人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住宿的 因为大家上大学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 怕交不到朋友怎么办 跟同学有距离感 然后很难跟同学融入要怎么办 那我觉得住宿就是一个 非常好让你交到朋友的途径 因为你跟室友所有上课时间之外 都待在一起 所以你们可能会一起吃饭 或者是一起讨论作业一起聊天 很多生活上大小时都一起完成 如果要跟室友不熟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大学快速交到朋友 融入大家的话 其实还蛮推荐住宿 然后我就在想我可以给住宿生什么建议 因为我觉得我自认是一个在大学的时候 运气非常好的人 我抽到了非常棒的室友 也不会有公主病 或者是卫生习惯很差的人都没有 所以我就在想要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我都没有遇到怪人嘛 我就在想如果可以给当初大英 要住宿前自己的建议会是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到了 就是因为我东西超爆多 然后前一阵子我在收东西 然后收了十几代 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提悟 就是拜托现在要住宿的新生们 东西不要带太多 我当初就觉得我学校这么偏远 我又不好意思 一直当伸手牌 所以我就是什么东西都带齐 连一些到最后完全没用到的东西 我都带了 所以我东西就是觉得垃圾 然后搬得超重 所以如果可以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建议 我就是希望大家东西真的不要带太多 有需要再去附近买 或者是现在外送那么方便 沐浴乳梅的你也可以叫外送送来 东西真的不用带太多 那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最想知道的 如何跟室友变手 其实我跟我的室友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就熟了 虽然你们也会觉得这很废话 可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真的就是顺其自然 然后如果真的要说 如何让大家可以更喜欢你的话 就是当一个体贴又贴心的人 就是像你可能要去买早餐 你就顺道问室友说 欸你们要吃什么 或者你要装水的时候说 欸我要去装水 我要帮你装 就是做一些天性的小举动 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更近 真的要说如果跟室友可以 相处的融洽一点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订餐啊 像其实大家在宿舍都很无聊 熟一点之后也可以提宿 要不要一起看电影 我们情势之前就是刚开学 然后我们真的太无聊 我们就一起在宿舍看 私宿列车 而且看电影又是一个 你不用从头到尾都一直讲话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 嗯 我今天红怎么很雅 我发现我已经讲到快没气 然后或者是 你们再熟一点的话 可能可以举办一些定期的聚餐 就我听说有人会这样的 四个人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午 或晚上也去吃晚餐之类的 嗯其实我觉得我在 如何跟室友相处 这部分真的没有太多想要讲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人都很好 你们真的不用想太多 说什么会遇到很怪很可怕的人 真的 好接下来就是有关 住宿的雷点 每个人的雷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 把丑话说在前头 像我们一开始在宿舍的时候 就会说 你有没有什么地雷 就是或真的很介意的地方 我们就每个人都讲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经历嘛 对你来说可能不足为奇的事情 对别人来说是一件 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也说不定 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常见的住宿雷点 就是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 但以下这些真的是 会让每个人距离于千里之外的这种雷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 闹钟不要给我射那么多 就是不要给我说 每五分钟射一个 六分钟射一个 而且通常这样射闹钟的人 他自己都没有醒 然后把整个情侍的人都吵醒 这个解决方法 我一开始也想超级 我想说大家住一起闹钟都要怎么射 不是会吵到别人吗 那其实 对没错 当然多少一定会吵到别人 可是因为你吵我我吵你 我们都吵来吵去 我们可以互相包容 你想个一两次 尽多 哦就会吵醒 然后再继续睡回去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夸张到 每五分钟睡一个真的是 就是觉得你怎么 那么不会别人考虑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很难 醒来的人 需要射闹闹钟的话 有一个方法就是 像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那个朋友 非常非常的早起 那很难醒来的人 就会请非常早起的人说 明天 你可以十点叫我一下吗 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法 或是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像是我那个很早起的朋友 他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醒来的人 所以他就把 手机闹钟调成震动 然后放在枕头旁边 或者是闹钟声音 不要开到最大声 可能开到 你可以听得到一个范围就好 好那第二个住宿的雷点 就是我觉得也不能算是雷点 就算一个警惕吧 就是不要共用小好评 因为我觉得 这会衍生非常多 原本不存在的问题 假如别人用的沐浴乳 超爆贵一瓶几千块 然后你就习惯用开架的 这样你们钱要怎么分 第二个就是 假如你今天习惯 挤沐浴乳几个十下 所以你们的沐浴乳都用得超快的 就你们好像也不能说什么 但心里也会默默不爽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共用小好评 好接着下一个雷点就是 不要当借物少女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小东西 你忘了带 例如 剪刀 你刚好要用剪刀 剪刀也不是一个 大家住宿一定必备会带的东西 但你就刚好需要用 然后你看到室友友 跟他借一下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偶尔借或者是你刚好没有 那是真的没有关系 但你今天每样东西都借 就是不想要自己买 大家心里就会对你不太开心 所以不要当借物少女拜托 下一个雷点就是 宿舍不是你家 拜托维持好自己的整洁 我其实本身不是一个超级洁癖的人 我有时候房间也是会很乱 但我在宿舍 就算我今天所有的满桌都是东西 但那是我自己桌子的区域 这样不会造成别人困扰 都是在合理范围内 但如果你今天把垃圾 做到公共区域 回收都没有洗 或者是你把水槽弄的 都是煮鱼的汤的油垢 就是拜托你做完那些事的时候 真的要当下把它清理掉 我觉得在住宿 大家最怕遇到的人 应该都是不爱卫生的人 我觉得你只要不要干扰到别人 你自己位置和化妆品堆乱一点 其实根本不会有人care 重点就是你不要散发出一些异味 或者是在公共区域制造一些垃圾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ok 接着下一个雷点就是 不要乱带不认识的人回房间 我觉得这是给室友的一个尊重 就是你今天要带别人回房间 就至少要跟室友讲一下 他们如果都说ok的话 再让别人进来 每个人care的点都不同 如果他刚好内衣裤晾在外面 他不想要让你们房间之外的人看到 或者是他正在坐坐 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然后你突然带一票人回来 那我也觉得非常不好 下一个雷点就是 不会在公共场合做的事 也不要在宿舍做 就很像你今天不会不带耳机 在捷律上面把音乐大声播出来吧 所以也不要在宿舍这样子做 那个宿舍不是你一个人的 所以你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接下来最后一个雷点就是 电话拜托到外面讲 因为有些人会想要跟家人讲话 或者跟男朋友讲电话 除非是大家都醒着 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很晚 你在宿舍讲电话当然没问题 但大部分的人 其实还是会到楼梯间 或者是宿舍外面讲 接下来就是 住宿的常见问题 打扫的问题 共同环境要怎么打扫呢 那像我们房间就是 每个礼拜轮流 这一个礼拜 你要负责打扫整间房间 包括地板的扫脱啊 刷洗手台啊 抹童浴室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 还有分配方式 我觉得大家自己协调好就好 接下来就是一些 共同消耗品的问题 像卫生纸 或者是一些 厕所清洁剂要怎么办 我们厕所卫生纸就是讲好说 我们轮流放 B放一包用完再换C放 C用完再换D放 大家轮流放 但其实大家都大学 也不会有人计较说 上厕所多用几张卫生纸 我会觉得话不来 就是真的不会有人计较这么多 而且太爱计较的人其实也会没有什么朋友 你不要去跟别人计较那么多 别人也不会跟你计较这么多 其他消耗品就是像一些 清洁剂之类的 如果你们有讨论好共同要买的话 钱坑就是四个人平分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 冷气钱要怎么分 大家知道 素素是除冷气卡 但有超多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没办法给一个完整的解答 像有人讨论好说 一定要四个人在才可以开 还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是 只要两个人以上就可以开 还是你们觉得 今天一个人在 其实我也不会跟你在 每个人可以解锁的范围都不一样 所以你真的要跟你的室友讨论清楚 那关于冷气钱怎么分 像我们学校是一次除200块 可以吹1500分钟 会A放完冷气卡 他整张都没钱 然后再换B放 再轮流自己去除自己的冷气卡 因为我通常听到的解决方法都是这样 这样子也比较公平 好接着就是洗澡的时间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很晚才回宿舍 半夜两三点 然后洗澡就会吵到室友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要沟通好 因为像吹头发超级 像我之前有时候比较晚回去 我就会去别的房间 大家整间都没有睡 如果我室友三个都睡了 我就绝对不会去洗头洗澡 所以我可能只有一个睡 然后时间其实没有很晚 只是他自己比较早睡 那我就可能会去洗头 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要讨论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Bernice 他就是一个非常早睡又早起的 他就会跟他室友讲好说 他去睡觉的时候你们洗澡抄我没关系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自己比较早睡 一切都还是回到我讲的就是沟通 那下一个住宿的常见问题就是 作息时间不同怎么办 像我们学校是规定12点会关大灯 就是你只能留桌灯 是不会说有那种就是大灯到底要不要关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跟大家作息不太一样 你可能需要赶作业 你可以考虑就是用静音滑鼠 或者是键盘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私人空间 像我室友之前就有买那种帘子 它是完全可以拉起来的 一个是他可能有个人空间 然后一个是因为他作息非常的不正常 然后他可能也怕桌灯会打扰到我们 所以他就会把链子拉起来 以上大概就是住宿的常见问题 接下来就要回答大家在IG上面的问题 室友生活习惯很差怎么办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真的就是 沟通沟通在沟通 你不跟他讲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很多人说 希望我推荐宿舍的必备小物 如果你们有想要看我可以再拍一集推荐 所以我想要看 他可以留下留言给我 下一个是 怎么拒绝室友的邀约 说话的艺术 第一次见到室友应该主动还是被动 我觉得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想要跟他们一起聚会 我是鼓励可以跟室友多相处 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有距离感 如果你一开始就每次别人约你都拒绝 久而久之别人也不会想要找你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你跟这群人就是合不来 你就是不想要跟他们变手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理由 像是我等下有事啊 或者是我等下要赶作业 我作业快赶不完 第一次见到室友应该主动还是被动的话 我觉得要主动 可是不要热情到让人有压力 就像前面讲的 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太热情 你可能还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想要 塗我什么东西 还是对我福利 太热情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很有压迫感 太被动 别人会觉得你很有距离感 所以就是要拿捏得一 下一个是室友会打呼怎么办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可是打呼算是一种生理反应吧 你也不能叫别人说你不要打呼 因为他睡觉就是会打呼啊 可能可以讨论说他是不是睡眠哪里不好 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但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你去买一个耳塞 戴着就好了 下一个是睡觉的时候能不穿内衣吗 从小习惯睡觉不穿 但我觉得这就是个人自由吧 大家都是女生也不会有人管你 你到底有没有穿内衣 而且你睡觉盖着棉被其实也看不到 下一个问题是 刚开学贵重物品要怎么保管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开学有想过 我要跟我的室友说 真的我真的没有怀疑你们 只是保存知心不可无 所以我刚开学的时候 我真的有把我的电脑还有钱包都锁在柜子里 可是我锁了久了久了 就会觉得每次开也太麻烦了吧 而且根本不会有人在乎你东西放哪里 也没有人在看你密码多少 大家熟一点你就知道 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也可以安心的把东西都直接放在抽屉就好了 下一个就是会查房吗 那我觉得每个学校规定不同 因为像我有个朋友他在台南读书 然后他们是每天晚上还会点名 每个人有没有在请示 然后可是像我们学校就是 根本不会有人管你跑去哪里 对每间学校都不太一样 下一个问题是 有相同的课会一起去上吗 因为我们室友都是同班的 所以我们的课纪录都是一样的 那一开始大家会等别人 就互相等来等去 到后来大家其实会发现很浪费时间 但那些动作慢的人 像是我 我就会说不用等我 你们可以直接去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别人一直等我 或我一直在等别人 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尤其是你可能晚一两分钟 你就被记款课了 就大家为自己的学分负责 真的不用碍于人情说一定要等谁 那差不多就是以上这些问题啦 希望有回答到大家想要问的 如果有其他疑难杂症 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事 也可以底下留言给我 那我有打算另外拍一集 有关大一新生的问题 如果你们有想要问一些上大学的问题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那也欢迎你们去DK我的版上面看 有关住宿大小室的文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铃铛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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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